金甫松打了两封电话给他 他是拒绝 我说那有什么你要拒绝 我说他也是诚心诚意 他说 他只跟我讲一句 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不是靠电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今天我们来讲一段 所谓的马英九周边的故事 那在723之后 整个国民党的选拽趋势 也逐渐的明朗化 由于侯友迪的民调 他一直在二十上下摆档 他的民调不高 大家都知道 心里都清楚 我套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侯友迪的竞选 成人有决心 成功没把握 所谓成人 就是杀生成人的成人 成人有决心 这是金服聪在接受媒体的访问 不能长他人的自信 灭自己的威风 要战败 也使得好看一点 叫做成人有决心 成功没把握 那这几个字 我们现在来看 马英九周边的人 变成了陈长文的气 生气的气 罗志强的怨 怨恨的怨 金服聪的怒 就是金小刀 砍不出团结 四处受敌 马英九的让 冷淡的态度 各位去看 这四个人过去 都是马英九集团的核心人物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 各位来看看他们的脉络 我先讲马英九的人 按照马英九 不沾锅的信价 对于他过去部署 集结在他身边的部署 所发生的种种的现象 因为马英九 他会用人处理的方式 一定会告诫金服聪 但是这次马英九 一句话都你说 这个人 已经叫冷淡 就是金服聪 你讲你的 不要弄到我的身上来 你弄到我的身上来 我就会指定部分人士 帮我发言 就是说金服聪 已经不是我的人 你接近半执行长 与我不关 我事先闻所未闻 那更重要的 你不要打着我的旗号 到处招摇 这个是马英九 马英九这次态度 是我看过 非常非常的 耐人寻味 那这是马英九的 我们再来看 陈长文的戏 陈长文写的那一篇文章 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那有人说 有人说 这是罗志强写的 事实上查证的结果 不是罗志强 但是金服聪 透过他的发言人 你到处去讲 是罗志强用陈长文的名义 发表的 这使我想到 呃 蒋介石 的敌乎有呼 敌乎有呼 就是所谓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 他用了徐道林的名字发表 但是是陈杜雷的支离 那意思是蒋介石的 叫做敌乎有呼 这一篇文章在网路上面 但是我们可以说 金服聪毕竟不是蒋介石 金服聪毕竟不是蒋介石 那种陈提的 那他指控 陈长文的文章 是罗志强写的 那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 罗志强也澄清了 说绝对不是他写的 是他请陈长文 没有错 他去拜访陈长文 谈到他对时事的忧郁 陈长文写的这篇文章 那金服聪的怒就来了 他先批判 这个陈长文的主张 然后第二个 他就骂罗志强 就是在苏氏选区搞东搞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这种指责 是非常非常的严厉 那当然 你罗志强怎么得罪金服聪 那个事情 说了起来远远流长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还是跟选举利益攸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罗志强说虚心反省 虚心反省 换句话说 他已经不想跟金服聪 再有任何言语冲突 因为一旦有个言语冲突的话 就会给予对手有见凤查证的机会 这就是一个 那金服聪敢对陈长文直接开炮 那显然 他的意思要跟马家军要发现界限 换句话说 金服聪未来绝对不是马家军的人 这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是直接聊张到处 他说现在金服聪 经常打电话 你打给谁打给谁打给谁 到处在呈行一些事情 因为他也接了电话 那甚至于他现在已经不接金服聪的电话 他是认为金服聪的政治性格反差太大 过去他的嚣张是因为 马英九的授权 那现在他没有侯友余的授权 他还是那么的嚣张 他是要为侯友余急功迅税 所以我的朋友说 他要为侯急功迅税的话 我何必跟他死而后已 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刻苦 就是他直接讲金服聪 我的朋友是跟金服聪 算是他们一年可以见个两次面 他说他不理解金服聪为什么这样做 那总而言之 那大家现在对他竟没有认知 因为每一年的元宵之前 连马英九都会请过去幕僚吃饭 结果他发现 从2015年以后就没有请过金服聪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是马金体制 金服聪接任执行长是马英九班师回朝 他是说你看那么多年 没有请他在元宵前喝春酒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老早我就说 金服聪的初三绝对不是马英九的授意 各位不相信的话 可以看我过去发表的视频 我是说他是马英九的人 但是他到进拜马英九不知道 到了最后大家都知道 尤其郑立文报的母料 他要请见马英九 马英九通通不接见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事 我也不方便讲 真的讲得出来 真的真的讲得出来 会令大家大吃一惊 金服聪自认为他能够嫁机 驾驾驶的驾接受的接 他是认为能够嫁接 否有一个本土派之间的关系 但是一个本土派的三头势力 直接了当跟我讲 金服聪打了两通电话给他 他是拒绝 我说那你为什么你要拒绝 我说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他说他只跟我讲了一句 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不是靠电话 他说过去他会接 只要他一通电话 他一定效命 但是这次为什么不接 他说绝对不是为了 他选举的事情 而是说他发现 无论在2008跟2012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并不是马英九受的 这个是他亲口中的 那当然这个里面的内幕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及细说 那从这件事 各位就可以看到 陈长文的气 罗志强的怨 金服聪的怒 那再加上马英九的热 就证实了 你马家军 现在已经是本别 在这种情况之下 金服聪琵琶别报 报到了侯友宜身上 那就要看侯友宜真不真气 能不能被金服聪 塑造为第二个马英九